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10月舉行 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日前辭職 星期三早上會見傳媒正式宣布參選特首 澳門是祖國的掌上明珠 回歸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觸目的成就 這個離不開國家長期以歷強而有力的支持 他形容澳門是共同家園 承載著期盼和夢想 又表示會始終堅守發展核心價值 積極回應市民對公義和正義的期盼 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